城市,并且呢,呵护好它,建设好它 几千年的历史啊,是潮州形成了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 潮州文化,这是岭南文化的一部分 岭南文化又是我们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都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瑰宝 你看那个,刚才我看了一些,那些工艺大师做的那些什么 潮秀,还有那个木雕,都很好 潮剧也不错啊 这个潮剧方面我还是啊,一睹方言的 我就说42年前来那次啊,当时是看电影,潮剧 好像有一个明觉叫姚璇秋是不是 我记着呢,四十多年我记着这回事 非常好 你像刚才说的这个潮秀啊 雕塑啊,还有咱们的功夫茶 我曾经在福建省工作了17年半呢 敏越是相通的,特别是厦门 厦门实际上是跟这个潮汕一带啊 是一个这个雨系和文化区 说的话都是一样的 潮州话和这个闽南话 这是通的 都是一样爱喝功夫茶 我在福建那些年 喝茶是以功夫茶为主 但是没有那么多咸功夫 再就是呢,你看这个潮州菜 这是现在全国都风行 国际上潮州菜啊,都是最好的中华料理 所以潮州这个地方有很多宝 再有现在这个建设 这个我听了一下这个市委书记的介绍 建设这些年呢 也是蒸蒸日上 欣欣向荣 前景可观 所以我来这里看一看 这个希望我们潮州的父老乡亲同志们啊 抓住这个大好时机 趁势而上啊 齐而行之 继续把潮州建设好 而且党中央也是关心啊 我们人民的生活 我们在接下来的五年 十年,十五年 在第二个一百年 就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一百年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再建设一个 更加美丽富强的新中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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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